欢迎收看十一点新闻 我是刘亦涵 带您关心最新消息 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今天早上到台北市来帮立委小鸡辅选 而针对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昨天直指搞台独的都是垃圾 还说骗子跟垃圾没有不一样 而对此赖清德也有了最新回应 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最新消息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今天早上他以民众党主席的身份 来到台中帮立委候选人站台 而部分区提名人蔡碧如 还有高鸿安也随行 柯碧在稍早前也接受了媒体联访 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最新消息 基隆市案一路发生了两派人爬 因为唱歌口角引发护喊事件 一群人原本是在 重机骑士及时提醒 结果紧急救援成功 台中宁皇先生开休旅车要去拜拜的途中 他的车头突然冒出浓烟 而当时后方重机骑士看到了 赶紧上前告诉他 车上两个人才下车不到三分钟 这部休旅车立刻烧成一团火球 也让他们直呼真的好可怕 那么由于这部车的车龄长达20年 因此不排除是因为零件太过老旧 才会造成火烧车 宜兰一艘渔船因为浪大而翻覆 昨天中午在宜兰乌石鼻附近0.3里 有一艘满载钓客 要从乌石鼻回到焚鸟林的船只 疑似因为当时浪太大了 造成船只翻覆 所幸最后三艘渔船 及时赶到救援成功把五个人救了起来 一名台北医学院牙医系的学生 上网拍卖他二手的iPhoneX手机 买家已经当面检查之后 才愿意购买 没有想到事后回家 却又传简讯给这个同学说 手机镜头破掉了 他要求要赔偿 还恐吓这名学生 他是未服部的官员 说以后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相遇得到 让这名学生一听气坏了 把对话过程迫在网路上 现在这名买家被网友起底 他疑似就是国民健康署的科长 随后科长否认 说是他的账号被人给盗用了 不过随后科长看到只抱不住火 才向同仁坦诚这个事实 那么现在卫福部的官网上贴出公告 预计在明天要召开考机会来讨论 依规定处分 最近天气变冷了 不少民众担心流感疫情会提早爆发 于是纷纷要强打流感疫苗 但不少民众都有发现 最近想要用自费的方式来打疫苗 但却不断碰到诊所缺货的情况 主要就是因为今年公费跟自费 都是采用四架疫苗 所以只要疫苗有到货 都会优先让给公费来使用 现在就有医师建议了 要是连自费的流感疫苗都打不到 特别是年长者 或者是有慢性疾病的民众 其实也可以考虑先接种肺炎练球菌疫苗 入冬第一波冷气团 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要影响台湾了 气温将会逐步下滑 资项局预估最冷的时间点 会落在礼拜一的晚间 到礼拜二的清晨 那么资项局也表示了 礼拜三到礼拜五影响天气因素 除非有东北季风之外 台风北敏的外围环流 恐怕也会为台湾带来水气 那么尤其是礼拜四礼拜五 全台都是湿冷的天气 一整天的温度 大约维持在15度到18度左右 北部山区以及东半部的地区 还有机会降下局部较大雨势 提醒民众要多加留意 拥有18年历史的台北金华城商场 在过去因为建筑结构 采球体的设计而宏极一时 但是后来因为受到台北新一区商圈的崛起 加上交通不太方便的问题 让金华城逐渐萧条了 而就在昨天晚间结束营业之后 要正式走入历史 在现场不但涌入了民众购物拍照留念 金华城的董事长陈玉坤还率领一级主管们 在门口向顾客鞠躬道别 也让老员工们不使路累 随着机场捷运线开通 新美市领口区的人口密度越来越高了 而领口国民运众中心 从105年开始新建 耗费三年多的时间 在11月30号正式启用营运 场馆最具特色的就是空气舱射击场 一直到12月13号为期两个礼拜 在市营运的期间 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钟 全管的设施都是免费能够体验的 就是要鼓励大家一块动起来 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呢 这始终是动物起源的千古难题 那么现在有科学家终于找到答案了 由四个国家的学者组成了研究团队 他们日前在大陆贵州 发生了一批有着6.11年历史的胚胎化石 被称为是龙脊石 它的大小跟沙子一样 在里头也记录着胚胎孵化的过程 就像是鸡蛋 而且它出现的时间 要比动物早了四千多万年 因此得出结论 是先有蛋才会有机 在北极 蕴藏着石油跟矿物等丰富的天然资源 但受限于厚厚的冰层 让各国都是难以开采 不幸在随着地球暖化 北极冰层溶解的关系 一场资源跟航道的争夺战 已经在北极悄悄上演 在北极冰层溶解的关系 在北极冰层溶解的关系